重约5公斤的野生灵芝值多少钱呢 澎湖有民众在整理荒地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朵直径超过60公分的大灵芝 价值估计超过万元 可惜灵芝已经木子化 只能剩下败饰的功能了 澎湖一名妇人日前在整理自家门口荒地时 割草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大朵类似灵芝的物体 因为没见过 当下就把它割掉抱回家 他的儿子看到也觉得新奇 怎么会挖到这么大的东西 像香菇又不是香菇 杨先生说 这是他妈妈在除草时发现的 因为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东西 长得像灵芝 若灵芝的话 他对这没研究 若有人要买 他会卖掉 要是能吃的话 他的姐姐爱烹饪 给他煮一煮也好 我妈妈去除草的时候 就无意间发现了 我家附近就我家前面的一块草皮上 可能会吧 如果是真的 主要是想说可不可以吃 因为我姐姐好像对吃比较有兴趣 因为饭受的话 我们也没什么经验 那个也不太好 我去可能会煮汤吧 经营中药房的中药师说 现在林芝大多是人工培植 更大的她也看过 但要在山上才看得到 野生的这算大了 但品种她不确定 建议民众野外发现的时候 要先确认品种 才能知道能不能吃 以免吃了伤身 没有吃的 因为常常看北部吃这些都出事 所以我们看得到也会疼 所以你的建议是 我们万人就要吃 吃这些 如果感觉我吃这些 我说出事的 我都叫人不可以 别说看到万人就要吃不可以 是是 给你最官场用 对对 官场用是没关系 是是 拿回来就要用到这些 有时候就出事了 是是 那常有一些新闻都报道 拿到一些林芝 哇 吃这种身体都会看 杨先生把大林芝的画面 PO到网络 寻求网友 有网友说 这是林芝没有错 但已经过了 可以食用的生命周期 已经木质化了 唯一的功能就当败事 药效不太好吗 就差不多像我这样 差不多一个一个手掌 那个反而是比较 新鲜过一款 那个是比较 那这个可以清肝解毒 养肝 是是 就可以排毒的作用 可是这个要熬煮很久 那个成分才会被体验出来 是是是 要煮很久 那个很硬 要熬煮很久以后 那个功效才会出来 才会有林芝 一般林芝就有解毒的作用 排毒 养肝 这样子 林芝是真菌类的一种 证实富有多糖体 有保健方面的功能 外形类似品种很多 具有实用价值 美金价格约800到1000块 可惜民众发现的太晚 万把块价值瞬间归零 也只能当当败事了 记者 王海龙报道